大家好 今天又欢迎大家来到了我们的问答环节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跳槽还是不跳槽 换工作的时候 我们应该如何的去抉择 前几年我也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 当时的我站在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上 面临人生当中 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次跳槽 当时我在民营出版行业最大的最好的公司 摩铁图书 担任最大的出版中心的总经理 成功打造了黑天鹅这个图书品牌 另外一家公司 在业界也是位居前列的民营出版公司 向我抛来了橄榄枝 想要求我过去担任CEO 因为这个公司的总裁的位置 给了一个股东 当时正式退居二线 所以我是实际上的总裁 董事长大部分时间是在外面 他很希望我能够一个人能够带领公司走出混乱的一个局面 提升出版的效率 他很有诚意 给了我很大的权限和空间 联系也非常不错 我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 我纠结了几个月 慢慢的梳理 才梳理清楚了自己的思路 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了那么几点 第一点我担心的是风险 离开一个自己亲手打造的平台 去另外一个处于混乱的一个新平台 无疑会承担着相当大的风险 如果失败了怎么办呢 当时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我的内心也很是忐忑 很多人都说我之所以能够做出成绩 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摩铁是最大的民营出版公司 你做出了成绩 哪怕待到老 只能说明摩铁的平台给力 所以我就想换一个平台证明一下自己的能力 离开了摩铁 我是不是照样的可以 我做事情总是设想一个最坏的结果 如果我没有做好 也说明不了什么 因为新的公司那几年一直起伏不定 处于一个相对混乱的局面 即使我失败了 也只能说明击中难返 无力回春 我当时是二多岁 二十九岁 还不到三十 年轻就是资本 怕什么呢 以我的资历去差不多的公司 担任差不多的职位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有了这次失败的经历 也许我以后的路会走得更稳 所以关于风险这个问题 我是这么考虑的 但是还有第二个问题 我考虑的是能力的提升 和价值的实现 如果从能力的提升的角度来说 我更适合留在摩铁 我就有理由不走了 是不是 如果新公司更有利于能力提升 能够突破自己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去选择离开呢 因为如果我继续待在摩铁的话 因为下厨都很给力 所以日子肯定会过得相对很舒服 处于一个舒适区 人会慢慢的有惰性吗 能力就很难得到大的提升和积累了 就好比反脆弱这本书里面所说的 成功是反人性的 我们很多时候有必要不断的去挑战自己的舒适区 我需要去一个挑战更大能力提升更大的地方 去锻炼自己 就是我过去经常说的 给自己挖一个坑 然后跳进去 然后不得不挣扎直到爬出来为止 好了 第三点当时我考虑的是格局 如果我继续待在摩铁 那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我都很难站在一个主导的位置上 最多也是分管一个领域的VP 然后如果我去新的公司 不管结果怎么样 这件事情都能够让我去 上升到一个更高的高度 去找到一个整体 整个公司的角度 去从一个整个公司的角度 去看整个行业的可能性 实践自己更多的想法 如果我能够作为一个主导者 将一个问题繁多的公司梳理清楚 对于我个人的价值和品牌 也是大有提升的 虽然想了这么多 道理也都好像明白了 但是我还是过不了类型 这个观 内心里面不够坚定 使我下决定的话 还是王安逸当时在 复旦大学毕业典礼上讲的一段话 他说 不要尽力去想着有用 而要更多的想那些无用的价值 人不能够过度的注重功力 有时候要注重无用之用 这无用之用 在我的理解当中 其实就是价值 看上去是一个很虚的东西 但是它对我个人来讲 的意义却更大 所以在最后的最后来 我选择了离开摩铁 去时代华语这家公司 而在这个整个的考量当中 我完全忽略了当时 完全又把薪酬这个问题淡化了 虽然去了那家公司 我的薪酬确实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幅度的提高 但是那个已经不再是我最重要考虑的问题 因为在二十几岁的时候 我考虑的是自己的发展 而不是收入 当然收入很重要 但是发展更重要 为了让我们的节目 能够尽可能的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帮助 欢迎各位听众给我们的信箱 来信说出您的困惑 您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 提出给您带来困惑的生活 还有职场当中的小问题 我会不定期的在咱们的问答福利里面 抽取最有代表性的问题和大家来交流 好了 大家别犹豫了 让我们一起来精进吧 我很喜欢郝明毅先生的一本书 一只牧羊的金刚经笔记 他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书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观点 红尘就是我的道场 当你正值青春的时候 只要去做有意义的 有价值的事情 那么无论何处都是修行 郝明毅先生把金刚经当作 清除杂念和忘念的倚天剑 同时他还寻找到了一把 可以帮他集中心智 积极前行的屠龙刀 他一直在苦苦的追寻屠龙刀 直到很久之后才发现 倚天屠龙原来是一体的 他光顾着用倚天剑的口诀 却忘记了金刚经换个口诀 就是屠龙刀 最犀利的工具 其实往往就是在我们的身边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努力的 去找到属于自己的屠龙刀 用它来披荆斩棘 扫清人生道路上的障碍 这把屠龙刀 也许是金刚经 也可能是别的东西 而每个人的成长 在不同的成长阶段 也应该有不同的屠龙宝刀 当我们在职场当中 不断获得发展和提升的时候 我们是否应该跳槽 很多想要晋升的人 最终都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跳槽或者换新工作 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希望我今天的分享 能够给你有所启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